他們出了兩首 兩首都粉紅泡泡嘛 兩個大男生出兩個粉紅泡泡的歌 對嘛 然後所以我想說小賴嘛 小賴最近不是很有名的娘娘腔 因為她的形象然後我就想說 那既然他們兩個出粉紅話 那我就幫小賴出一個很帥的 很黑暗的 哈囉安安大明星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天亞霍 別讓作者在你心裡躺躲的 誰也無法傷害你一分 打開你就會看到一片鐵皮薩 它其實是有含義的啦 對 因為我剛剛講嘛 我的外表比較柔 然後我的 但我的心臟很大顆 所以我是外揉內握 這個剛好跟我做一個呼 它是外握內握這樣 照翻過來就是反英雄非英雄 那其實它私底下還有一個誠意 叫做凡人級英雄 大家對其他人的標準就會提高 然後 然後自己也為了去符合其他人的期待 然後而讓自己受傷 所以我才會就是 寫這個anti-hero 就是反英雄非英雄 我們不需要這種英雄主義 存在我們的現實世界 因為我覺得沒有任何人 需要有那多一份的義務 去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是 一起去盡力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應該說我在這張專輯之前的形象 其實都是比較 比較粉紅泡泡 就是簡單講 娘XXX 對 我這次寫的 因為我這次專輯是全創作專輯 這首歌就是都是比較 講一些議題吧 應該可以說是議題 就像有講收容所的狗狗啊 像講猶豫症 躁鬱症 恐慌症啊 那其實跟上一張比起來的話其實是 稍微就是有那種比較成熟比較長大的感覺 因為我之前都是比較簡單比較可愛的歌 他們出了兩首 兩首都粉紅泡泡嘛 兩個大男生出兩個粉紅泡泡的歌 對嘛 然後所以我想說小賴嘛 小賴最近不是很有名的 娘娘窗 不知道妳有沒有看 我沒有看 因為粉絲狼 是阿倫 沒關係 對對對 就是因為 因為他的形象 然後我就想說 那既然他們兩個出粉紅泡 那我就幫小賴說一個很帥的 很黑暗的 在你分開了之後 你好好靜靜的去想想你的階段感情 所以才會發現 其實你一直不能放過自己 我在這個MV裡面 就是有 一直有一個濕袋 對 有一個濕袋在旁邊 那那個濕袋其實裡面裝的是我自己這樣子 對 那個 就是 這是我這首歌想講的 就是別想放過你 那個你其實講自己 他喜歡巴拉歌 他喜歡巴拉歌 可是我不喜歡寫巴拉歌 所以直接跟我要歌 然後就好吧 我就試一下寫給他這樣 像我這次的 我累的你累的嘛 就比較像 比較像是他會喜歡的類型 對 他最喜歡的 喔 像09 09的歌他都很喜歡 一度不會 對 對 他是喜歡09 他以前是09的粉絲 那當初是甚麼粉絲 當初喔 當初我們其實一開始是網友 對 然後後來 後來不知道怎麼約的 然後就不小心約一起打麻將 對 反正我們第一天認識是在麻將中度過 演藝圈這塊我希望就是接下來是可以賣上全製作專輯 因為現在是全創作 希望之後是全製作 不過可能要很多年 那如果是演藝圈外的話 我希望明年去打 那時候撲克世界大賽 可以拿一個好名次 可以拿一個好名次 等一下 你在這裡寫什麼 別忘了 因為城市的費很貴啊 不想輸耶 自己的期許才是最重要的 別人怎麼想不重要 你自己對自己怎麼想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不要去跟別人比 跟自己比 一直讓自己進步 一直讓自己進步 當然也不是說完全不要跟別人比 對 但是 就我覺得 你寧可 知道自己每一天都在進步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我已經錄好了幾首cover 然後有在賣版權 現在在賣版權 所以之後 版權下來了 我們就 我就會示出幾個 幾個cover給大家聽這樣子 然後 其他相關的資訊的話 就 我會公布在我的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微博上面 對 然後再請大家 按讚 謝謝 我累了 你也累了嗎 我們就這樣抱好 哪怕一秒 我都不敢想 我累了 你也累了嗎 回憶失了臉頰 就讓我們分手吧 走也不會的走吧 好嗎